牛肉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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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專德福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牛肉料理 這是一道超下飯的家常菜 菜品叫做黑胡椒牛柳 如何炒出肉甜滑嫩 焦香十足 現在告訴我 準備的食材有 牛肉條250克 洋蔥100克 蒜末15克 紅辣椒一根 青蔥一枝 洋蔥切條狀 這洋蔥 等一下順文切 煮完 煮完後吃起來 口感切除 逆文切 煮完後吃起來 會比較軟 青蔥切段 蔥白蔥綠分開 來 剩拌 去教掌 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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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辣椒切圈片 和蔥濾放一起 腌牛肉糖一小匙下來 醬油一小匙 蛋液三分之一顆 米酒一大匙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 牛肉條250克下來 開始抓醃 抓醃到醬汁全部被牛肉吸乾為止 醬汁都被牛肉吸乾了 這時候 泰白粉一大匙下來 再抓勻 抓勻了以後 沙拉油1.5大匙下來 抓勻 完成了牛肉抓醃的動作 調炒汁 醬油糕一大匙下來 番茄醬一大匙 醬油一大匙 醬油一大匙 香油一匙 黑醋一匙 醬油一大匙 醬油一大匙 鹿黑胡椒一大匙 大骨高湯60cc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開火 沙拉油兩匙下來 牛肉下來 快速撥閃撥開 現在全程都用大火 牛肉表面都變成這樣就可以攪拌 起火 沉出備用 再開火 不用再放油 用原本鍋裡的油就夠了 洋蔥、蔥白下來 先拌炒一下 蒜末薯 15克下來 炒香了以後 炒汁 炒汁下 炒汁煮滾了以後 牛肉下來 半炒一下 最後 最後 蔥、綠、辣椒下來 快速拌炒一下 好 完成 起火 盛盤 這樣就完成了 超下飯的黑胡椒牛肉 美味 美味訣竭 重點說明 把牛肉抓醃製醬汁吸乾為止 下太白粉 把肉汁醬汁通通鎖在牛肉裡面 才會滑嫩多汁 倒入炒醬 炒出迷人的黑胡椒香氣 再下牛肉 快速拌炒均勻 才會肉甜滑嫩 焦香十足 喔 肉嫩軟滑 香辣夠味 吃吃這樣煮 你會喜歡 我們下期再見